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个小赛鸡 我们实验室的人都去学习去了 我今天起来有点晚 我还没有去 我得赶紧吃 吃完这个学习 我要了一碗明镜面 又要了一个鸭腿 还有三块钱的饼 之前那几次都不够吃 这次我们买的特别多 一定够吃了 吃面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把只垫到衣服上 尤其穿的是白衣服 刚才来渠道的时候 看见一群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来我们去要参观 排了一场的队 像鱼小鸭子一样 特别可爱 有时候想想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才是最开心的 他们现在无忧无力的 什么都不用想 来我这个鸭腿 昨天和前天我买的东西很多很多 我以为肯定能够吃得饱 但是到底又还是没吃饱 这一次我推荐把东西给他买完了 一定能吃得饱 我要的这个还是大份的 他们这个鸭嘴还是挺大的 比我上一次买的那个鸭嘴大得多 好 好你说了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赞 或者我给我点赞 我是一个小菜鸡 可以陪你们聊天的人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最牛逼的地方就在于我能够从一元八十斤减到一百三十斤 你们可以给我整个关注 以后咱们吃饭的时候可以聊一聊这些减肥的那些事 每次喝茶的时候我都想起来那次健身房大爷说 小伙子你是不是腰不好 因为他看我弄了那个腰带 我说不是啊 大爷我就是防止练的时候拉伤 大爷说 嗯嗯 这如果拉伤的话就是一辈子的事 我想想我都很难受 大爷居然说我的腰不好 其实我的身体肥好 好了这个鸭嘴吃完了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来结束了 喜欢我的声音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或者说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